好 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天气了 今天呢 目前感觉外面好像还凉凉的 云量比较多 但是其实整体的看起来气温并不低 像台北线还有19度 全台各地大概都有17 18 19度左右 等一下太阳出来之后呢 这个气温就会陆续的往上升 各地今天都是多云到晴 甚至是温暖偏热的一个天气状况 唯一一个天气情形就是呢 西半部地区容易有雾 像现在嘉义高雄啊 还有这个马祖地区 就有一些所谓矮的状况了 还不到有雾但是有矮 所以呢这个行车上面提醒大家注意安全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一面天气图 其实从今天开始到明天星期天 一直到下个星期一的上半天 台湾 你可以看到台湾的上空 其实没有太明显的天气系统 非常的稳定 甚至是在风向来讲呢 已经有点偏东风到东南风了 所以天气就会比较 所谓稳定 然后呢就是温暖偏热的一个情况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西半部地区就比较容易有一些雾的情形 甚至是在今天明天两天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提醒您行车要注意安全 那在高温的部分像是北部今天大概可以有25 6度 中南部都有30 31度了 哇塞感觉就是整个就温暖热起来了 但是提醒大家要注意的是 接下来在下个星期一的下半天 上半天可能还没感觉 下半天突然后面呢就会有封面 再加上这个冷气团就冲下来了 所以呢大概在星期一的下半天过后天气会很明显 很明显的变化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天 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的留意 所以下个星期一的下半天开始变天之后呢 下个星期二到星期四这段时间是又湿又冷的 特别是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 低温有机会下滩到12度 因为目前是预估是冷气团 但如果冷空性再强一点的话 就可能是强烈大陆冷气团了 所以东一先别收 那刚好又遇上了情人节 这个冷冷的情人节 那这个情人就赶快进家 休憩休憩 要保暖一下了 提醒大家务必注意这个天气 很明显的这个气温奏降一下 可能会掉个十度左右 十来度 来看看今天各地详细的天气预测 今天我刚刚提到的稳定 而且呢是温暖的一个状况 整个西半部地区你看北部高温25度 一路南部地区27 28度 然后甚至连东半部地区呢 其实降雨几率也不高 大概就是一点点偶尔飘飘雨了 早晚那也有25度26度的高温 外岛地区的这个温度呢 当然还是偏低 但是整体来讲也不算说太冷 所以呢今明两天呢 可以说是全台各地都是一个 比较温暖的天气状态 但也就是因为这个没有太大的风 好那因为整个整个西半部地区就会在 所谓在一个下沉的风场当中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那个一些污染物就很容易堆积了 所以西半部地区在这一明两天 大概就空气品质会非常非常的糟糕 特别是中南部地区 那除了就是说有雾之外呢 再加上空气品质很糟糕 那你可想而知的天空当中都是灰蒙蒙的 所以过敏的朋友要特别的留意之外呢 再来就是行车要注意安全 好再来我们就看看这个天气走势的部分了 来看到这个刚刚提到今天天气还蛮好的 那明天其实跟今天差不多 甚至比今天还要再热一点 明天到这个星期一的上半天 全台各地多云道晴天气温暖 高温有25到31度 所以你会觉得突然说天气好像变热了 但是呢就是没什么风 不会下雨 然后空气品质很差这样子 感觉就有点春天的天气形态了 但是到了这个下个星期一的下半天呢 风灭加上冷气团 或者是我说有可能来到强烈大欧冷气团南下 气温会明显的开始下降 就是溜滑堤一样 就是从这个星期一的下午开始 气温就一路往下降 到了星期二的早上 大概低温就只剩下12度 13度左右了 北部东部很明显的变天下雨 因为这一波是有封面的 所以是湿冷的天气形态 那整个星期二到星期四 就会是在冷气团 或者是所谓的强烈大陆冷气团的笼罩底下 中部以北 东北部地区都是寒冷的低温下探 目前基本款12度 有没有可能更低 有有机会更低 那在南部地区呢 虽然白天来讲 降温的幅度不如这个中部以北 或是东北部来的明显 但是呢 早晚大概也会比较寒冷了 也只剩下14度左右了 南部地区大概早晚也只剩下14度 所以在星期二到星期四这一段时间 要提醒这个各位观众 要特别的注意 有一个明显的变天 这一阵子来讲 好像感觉都不太冷 但是会接下来下个星期 会有一波比较冷的天气形态出现了 再次提醒大家 冬一不能收 最近的天气变化 还是非常非常大的优 那另外就是 再一次提醒大家 今天的空气品质很糟糕 所以这过敏的朋友 现在还是要戴口罩的嘛 当然像户外解禁了 但是建议大家 就是说不是为了病毒啊 可能是为了过敏啊 如果你是本身就是这个 空气污染 对空气污染 比较敏感的人 要记得戴口罩 那可能要到下个星期四 星期五之后 天气才会逐渐的稳定下来 所以呢 这个天气变化是非常大的 从今明两天的稳定温暖 然后到突然变得湿冷 然后再会稳定起来 逐渐进入春天的天气的情况 就会是一个 天气的变化会比较大的 那大家就要特别的来注意一下 每天天气的一个走势 好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这个气象报告了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咯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呢 有营法族 有儿童 有孕妇 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再快点够购买 才是最划算的 那我们下期见到 我们下期见到